武軍 述眾妖害人 人間寂願何容忍 傳恩這世魔道行 蒼天恨 齊心甘語苦共盟 拿渣不怕淚亭斬 誓死退散 我道人皆厄魂 雪後尊 願能為你的永生 巧如意驚天地 痛愛我不計心禍神 但月增 這算是願法 終再見 亦難作恩情 巧兒 永在山 上集廣東拿渣 為了大破諸先陣 於是由好行孫幫助之下 直闖十殿賢羅 在諾... 在諾... 在諾到陰屠地府了 我就是想去見賢王 到了 荒方神聖 居然敢施闖賢王 在野佛奏大元帥李拿渣 好行孫 特意前來黑借 曾經被昏君奏王 奸非坦己 害死了游魂野鬼一容 也算大膽了 屍闖賢王 已經是罪大惡極 居然想逆天而行 借冤魂野鬼重返楊間 實在情非得意 如果判官你不搭運的話 有關我們無禮 我抓住他們 是 站住 參見賢王 判官, 就准他們所求了 賢王此事萬萬不立 被冤魂野鬼巡返楊間 但是是逆天而人犯 天吾大戒 我身為賢王豈會不知 但是自從奏王 彈己當道之後 生死補償, 血雷斑斑 身鬼煩冤, 舊鬼哭 在這群魂野鬼當中 大部分是被這個昏君和奸非害死的 這個昏君和奸非的所作所為 已經到達人神共憤的地步 西伯侯他舉兵伐袖 是天命所歸順天應人 我們相助於他 怎麼算是逆天而行呢 閻王明教, 謝閻王勝全 是天命 十萬山神, 速速領命 大師 時辰已到 將附近的所有大山大村 搬去周營 將周營的士兵 全部騙死掩死 領命 你身為大羅神仙 竟然把那些妖怪助奏為虐 你敢做配慰烈仙斑嗎 本仙和雙公炮 有隔世的冤緣 答應過幫他一次 本仙也不想逃歎身離 只要這一局你們肯認輸的 本仙也就此罷休 分了 為天下蒼生請命 滿武不能讓 好, 既然如此 本仙就唯有破一次格 老大, 進來 剛才搬兩座大山 押向姜子牙軍營 好, 本元帥都禮尚往來 送一份禮給你 胡家... 眾先驅鬼 胡家...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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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幫你 王上, 給我心 還我, 郭浩 皇上, 我肯定是我的朋友 皇上, 讓我來服侍你 走... 皇上, 我死得很慘 不如把娘給你救我們 郭... 走 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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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大賊說, 我們認輸 姑皇認輸 皇上, 皇軍之前已經輸了一局 如果這局再認輸 三局拒其異 皇軍就要後退三百里了 姑皇還有十幾個城池 十幾萬征兵 他們沒有拿國有朝國 這次輸就輸 退兵還是退兵 皇上, 行軍打仗 怎麼可以輕然退兵 現在姑皇是皇帝 還是你們皇帝 你不認輸 姑皇又斬你的頭 走 李奈紗 你馬上殺死鬼 姑皇就退兵 你這個昏君 你說得出要做得到 是呀... 總之你叫他們不要再辭擾姑皇 走 謝謝各位 退兵 新公豹, 本仙答應幫你一次 既然李方已經認輸 本仙也功成身退 四局大仙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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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 喝下酒 訂閱 鑼 Ris 他一定會� fått 回事 開車 以後 美人, 高皇上你上得很苦 怎麼樣? 有沒有擒著李蘭莎 和楊展他們 楊彥, 我們這麼久沒見 怎麼你一開聲就說打仗的事 三公炮 臣在 結果如何 會娘娘 連最厲害的赤腳大仙都拜陣而去 我均由退兵三百里 有赤腳大仙, 瘋婆婆 雷神和電武助陣 怎麼都會輸的? 新公炮, 你不是說過有珠仙陣助陣 一定可以大贏嗎 我問你, 你現在怎麼向我交代 娘娘, 先辭兩場比試 未臣極有信心取勝 只是… 美人…剛才你不在這裡 剛才場面多麼兇險 無數的冤魂纏著孤王 有比干, 楊貴妃, 連網口都在這裡 他們每個招口難免 一個是要孤王還衣 一個是要孤王還眼 孤王不是怕的, 不過搞下去又何必 連連冰連和結, 血流成河 戰爭實在太殘酷了 那皇上你的意下如何? 美人, 孤王只是隨口說而已 如果你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就算了 正所謂兩虎相鬥必有一雙 好,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最終受害的都是那些百姓 不如這樣, 我們跟姜子牙二和 劃地為戒 最多他們佔十八個城池 我們佔二十個 那大罐碧江山都在我們手上 皇上, 始終微臣大膽直言 皇上這樣做只會遵用逆賊 況且我軍就有十幾萬精兵 還有風婆婆 又何時輪到你開聲 美人 以前我們花姦撲蝶 逍遙自在, 無憂無慮 英雄美人不知人間何世 不知善殺幾許旁人 但是自從打仗之後 姑娘一起來就聽見虎牢關失手 一躺下就聽見成長將事蛙別 百姓流離失所, 招不報復 美人, 人生匆匆數十寒暑 又何必有天心驚膽跳呢 皇上, 再說姑娘斬她的頭 皇上, 你哀悶若恥 你寧願犧牲自己的感受江山 海兩胸襟 臣妾實在自愧不如 何人這麼說, 就是你贊成了 皇上, 你二駕親征 也很辛苦了 不如我們暫且放下我們軍務 去御花園那兒 撲一下蝶子, 玩一下這樣 重拾我們昔日的歡樂 好啊... 鄧舅公 尾神在 你馬上去草耳和藥以和 尾神遵旨 我們去吧 美人...你在哪兒? 在哪兒? 美人, 你頑皮 等著被古王抓到你 古王一定要罰你 躲在哪兒這麼厲害 還不讓我抓到你 知道了, 你真的怕被古王罰嗎? 古王一隻這麼重恨你 怎麼捨得罰你 開門 古王爺, 古王爺出來了 古王爺, 古王爺出來了 美人, 這是甚麼地方? 他們是誰 這裡就是懶工 這麼多地方好玩 怎麼來這裡玩呢? 他們瘋子 來吧, 我們走吧 霍師兄, 霍師兄幹甚麼 王爺, 你不是很懷念 以前逍遙自在, 無憂無慮的日子嗎 他們這群女人 全部都曾經被你重恨過 而且他們都很希望 跟你過一些很開心的日子 裡面還有四五十個女人 偷在等你, 花監破蝶 好厲害 他不是是皇上嗎? 是呀 不是, 成虎短命上的 哪是皇上呢? 真是 我認得你了 你就是叫皇上 打到本功龍總的那個死奸飛 你打回來了 不是呀, 他是皇上 皇上, 你最喜歡踢我彈的手 鳳球王的 你還記不記得? 放開我 皇上 皇上 皇上, 你進我尋宮 聽我彈奉扣王 皇上 你進我尋宮 你最喜歡我用嘴 為你吃盒頭的 人家 救救救 我救救 我們走 你這個蛇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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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沒有好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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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好結果的 此刻明明 風和火雷神殿武施法 在荒原五百里私下暴雪 阻擋你拿吒他們的來生 本宮有方法 可以將他們逐一擊破 神殇旨 吃飯了, 兩位大哥 你們整天都沒吃過東西了 拿吒吩咐過要好好照顧你們倆的 來 我不是怕他責怪我 我怕你們捱壞了自己的身體 吃吧 吃點吧 他們不肯吃東西 兩位, 雖然我們各為其主 但是素無瓜葛 今天請兩位來, 實在有事相求 你這樣叫請嗎 雖然你們口口聲聲 說我們邪魔妖道 但是我們妖有妖道 我們兩兄弟最重情義 也跟新宮炮有八敗之意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出賣他 我不是要兩位出賣軍情 我只是想查一個人的下落 他叫柳琵琶 我知道他跟你們一夥的 但是今天在珠仙陣道我找不到他 他到底在哪兒 不知道 那可否借兩位的千里眼 和順風以一查 不可以 雖然我們跟柳琵琶洪無好感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幫敵人 你現在抓到我們 要通要殺色除尊便 我要找這個人 不是因為戰事 是因為私人恩怨 因為他害死了一個人 這個人 他做得大官夫人 他竟然連字都捨不得一隻 他經常跟小兵玩一堆 明明都以為他開心過大快活 其實他心無苦 他生了一個兒子 這兒子 變得多輕輕 就莫空一切 自已為始 最後終於闖下離天大禍 他娘苦苦哀求 叫他改過自新 但這個年輕人依然靈環不靈 這個娘只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的骨是我的 你的肉是我的 遺狼要你改過 要你好好做一個人 就是因為這個話 他兒子忍不住頸 竟然削骨還虎 削肉還我 你們這樣的兒子 還哪有得救呢 就當人人都以為這個兒子 沒得救的時候 她娘對這個年輕人依然不離不棄 還一次又一次給她機會 別再說了,別再說了 最後這個年輕人 終於做了大元帥 他就是我 你們說 一個這麼好的人 他做錯甚麼事要這麼早死 還要死得這麼慘 我娘 她死的時候 連見我最後一面的機會都沒有 她還說不要報仇 但是這個柳琵琶 她害了一個又一個 是早幾天 我幫將軍鄧蟬玉又遭她毒手 好 可能人妖殊徒 你們不認得甚麼是親情 但是你們說過的 妖又妖殊徒 是不是人人得而諸之先 雖然你們是俘虎 我不會虐待你們的 你們就留在這裡好地想想 應該留在靜那邊還是斜那邊 我很關心忍大心 我恨不是家人 你不適合還 我朋友 我來修山 我來修山 你 arche賣 我來修山 你不想去那那個女生 我來修山 我去美女 蓮花, 蓮花, 你幹甚麼 蓮花暈了 妹妹, 你怎麼樣 妹妹, 蓮花 蓮花 你怎麼樣, 妹 妹哥, 我真是沒用 不是 我要連累你們 不要 不要 但是你當時, 你們別管我, 繼續走 不行, 沿途有這麼多妖魔怪怪出現 我不會讓你不管 這樣下去, 莫怪蓮花支持不住 我想其他人也支持不住 這個時候怎麼可能大雪紛飛 一定是坦己這個妖姬的妖法 我想他們一定是有風婆婆和女神殿武作陣 施展法術才令到天氣炒變 掛起大風雪 這樣吧, 楊子 你帶領鄧先鋒和一小隊人馬 輕騎而出 從西邊抄小路盡法 到時候我會再向你飛鴿全屍 指示你隨時特賊超過 楊子, 命名 妹, 你要支持下去 蓮花, 你好好看著妹妹 放心 蓮花, 跟我來 天氣都不知道在做甚麼 下了整個月雪了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才停天的 是呀 想不想我幫你召豬姐 真是乖 紅豬姐真是乖 我們正在揮番薯 我留個大一點的給你 好呀 再這樣下去, 我們連番薯也種不了 是 召起來一點 聽說是因為姦妃太慘無人道 氣氣了 所以天氣這麼反常 我也不明白 人做女人, 他做女人 為甚麼做得他這麼壞 你這麼臭幹甚麼 打仗就是這樣 勾完了, 紅豬姐走了 你不要番薯了 是呀… 謝謝 你小心點 為甚麼你半夜關 勾了個大窟窿 他也是 不是吧 一定是那個白艷星 難怪會這麼好 或者是跟我們勾背脊 娘, 進門都說我不在 蓮郎 蓮郎, 你幹甚麼 蓮郎 蓮郎, 你幹甚麼 蓮郎, 蓮郎, 甚麼事 床下這麼骯髒 你捐進去幹甚麼 快點出來, 出來 蓮郎 紅豬仔 楊大嫂 楊大嫂 紅豬仔呢 紅豬仔呢 他... 他不在 他不在 他床下, 出來, 出來 蓮郎, 你們出來 出來 出來, 出來 他...他是不是偷番薯吃 我賠給你們 是偷番薯呢 算了, 小孩子肚子餓 我們也不會這麼多事實 但是你的兒子 百厭到沒有人有 楊大嫂 說句老實話 我們三個對你也算不錯了 你騷的時候 我們丟下甚麼都不做 替你真的去找撿媽媽 平時又來不來 拿番薯、粟米給你 誰不知你兒子在這裡 他騙我們 說跟我們騙背脊 然後剪爛了我們的衣服 你看看 你看看 天南 真是 嬸嬸說話是不是真的 你看看 我們不會冤枉你的兒子的 你在這裡這樣 楊大嫂, 你真是好好管教她 不是被人說有夜生母 別說話了 過來 你怎麼這麼嚴重 算了, 別打了 算了, 算了, 算了 楊大嫂, 我不是說想你打她 是想你好好管教她 讓她不要再下一次 是呀 是呀, 現在甚麼時勢 那些衣服很寶貝嘛 是聖明財產 我最漂亮的這件都剪了 算了, 算了 算了, 算了 我怎麼會學娘這樣 洗家書給爹 我有很多事想跟爹說 啊, 娘 這錢的感覺 念朗, 有甚麼事讓爹說 我要弄爹 娘剛才疼你, 這麼快就要死了 最近大雪, 娘你連自己的臉皮也給你了 自己就冷得疼疼症 手和腳都關上, 就來凍死娘了 爹他也不理, 外公哭娘 你哭他也不理 現在連外婆也走了 剩下我們兩個, 他也不理 我要寫下這些東西, 說他丟下我們 不是我們 快點 快點 拿藥過來 我聽些嬸嬸說 說爹這麼多年來 一封家書都沒有, 多數不會回來的 嬸嬸他們不認識你爹才這麼說 你爹不是這種人 他這個人很誠實, 不會說謊 他說過回來, 一定會回來的 念郎, 你要記住 雖然我們現在的生活很苦 但是你爹在外面做事更加辛苦 所以你以後別再罵爹了, 知道嗎 怎麼樣 快點兒 你吃水吧 快點兒 快點兒 那爹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你爹的食量很大, 最喜歡吃飯 不過他什麼都吃, 不會選喝雜食 他對人很好, 心胸很廣闊 就算有人對他不住 他也不會和人計較 怎麼爹這麼好人 不過為甚麼他這麼久都不回來 這層娘也不知道 其實娘也很擔心 娘, 你別擔心 你說爹不會說謊 他說回來一定會回來的 那你以後不要再罵爹了 好, 那你忙就做個孝順仔 不再罵爹了 就想抓爹身體健康了 蓮花, 好消息 千里眼和順風耳 中央歸送我們大洲 等他們傷勢康復之後 就可以踩出柳枚牌的所在 到時會插影難飛 這樣就好了 蓮花, 你看得怎麼樣 蓮花和你姐姐 已經幫我擦了很多皮 但是…我還是很冷, 我真的沒用 先前是咳, 現在還打了乞枝 我還沒用 人來, 快拿好燃圖給我 蓮花太過分了 為了打贏這場仗 不惜擾亂天氣 令人不療身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你沒事, 你胡看 你很快會凍死的 這樣吧, 跟我來 拿渣 小心 小心 這裡天氣沒那麼冷 你就在這裡休息 但是這裡離大軍這麼遠 裡面有衣服和乾糧 這幾天 你這個屁膜在裡面很休息 任何山精野怪、野獸動物 都不會傷害你 但是這裡真的什麼人都沒有 只有我一個 就是這樣才好嘛 不會這麼容易被人發現 你身體這麼差 再這樣玩下去就不行了 放心吧, 我跟成相計算過了 還有三五天 我們就可以大破珠仙陣 到時候我就回來接你了, 好不好 好 但是山精妖怪, 詭畢多端 無論你見到任何人 他們跟你說甚麼 他們做甚麼事都好 你千萬不要走出那個匹莫圈 知道嗎 記住我的話, 不要走出那個圈 知道了 任何事都好 千萬不要走出那個圈 行了 我回來的事就是我大破珠仙陣 朱殺柳琵琶之一 記住, 千萬不要走出那個圈 你也有點...心 怎麼樣 我看見朗柳琵琶 在城西半里外的士林出現 好像在西邊趕路一樣 那個混蛋在那裡幹甚麼 你不看下去了 你為甚麼這麼快飛回來 我飛了這麼久, 眼睫了, 眼睫了 你這樣也行 是呀 尚福爾, 你出馬 是呀 你怎麼沒辦法 你一個人自己趕路 又怎麼會跟自己聊天 誰聽到呢 你的眼睫遲一會兒行不行 一會兒被你走了 找不還糟了 是呀 快點 好了, 既然你們這麼有正義感 我幫你多看幾眼又怎麼說 來吧 快點 說話 拿渣, 為甚麼會這樣 我中了我毒蛤、毒蛤、毒蛤、柳皮靶的奸具 是呀 他剛才說 我壓海的阿伯 跌下山崖 然後哭海我 是呀 那毒蛤, 為甚麼不跟新公豹 也不是亨蝦二掌追過來的 是呀 不過你…不過你不用怕 只要你這迷在那個冰魔園裡 你再甚麼事都沒有 你別說這麼多了 趁他們未來 你快點進來個圈裡 拿渣 拿渣不會那麼容易死 我...我終於跟阿倫報仇 你趕快點, 拿渣 怎麼樣... 那毒蛤在哪兒 找找到 奇怪了 現在戰士越火越逃 柳皮靶竟然越走越遠 去了城西三八里外那間破廟那裡 那倒好 是呀 糟了 甚麼 他是不是去了山羽的廟前 有樓窩樹間破廟 是呀...他在入廟前變成了一團綱 你怎麼會知道的 難道你又有千里眼 小子... 趁快點, 拿渣, 加油 爹 爹 爹 你回去跟我爹 和... 和姓相道 為我和阿倫報仇 你叫他們千里別那麼容易相信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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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 life 放棄, 你快點進來, 加油 還差一點點, 我會變成你的 雯三, 加油 我不行 但是我只想跟你說 我… 媽媽 你不要暈了, 家人快要出來 你快要用歌歷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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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了, 阿貞 你不要死了, 不要再離開我了 我們不要再睡了 你不要死了 你不要死了, 不要再離開我了 阿貞 你對我這麼好 我怎麼捨得離開你 是你 阿貞 緊急去哪兒了, 我們先談心吧 阿貞 妖父, 快放手 放下火箭槍和乾坤圈, 別殺了他 還不放 不要 阿貞 阿貞 拿渣 你拿渣 我今天就要抓你回去見娘娘 用你換回我失去的東西 拿渣,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剛剛有個混蛋想斬我, 麻煩你了 枉你自稱為天兵神像 阿貞 阿貞 來, 給你一個大山掃樑, 怎麼樣? 如果我不是有殞天來護體 我早就死了 一天都是你 用甚麼要走這個闢魔圈呢 千里眼, 已經看到妖婦來了 原來我可以和爹 播出天羅地網去抓這個妖婦 現在甚麼都被你破壞了 雷那個仇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報了 我不是沒有跟你說過的 我叫你無理見到甚麼人 他說甚麼話, 做甚麼事也好 你別走出一個蘋果圈嘛 我之前跟你說過很多次 你還要我說知道 為甚麼你怎麼回事 你甚麼都忘記了 你別勞氣了, 忍著那個傷 蓮花姑娘, 你也在這兒 為甚麼你們會來的 你跟我說, 我們兩個擔心你有事 是呀 柳琵琶呢 是呀, 別提了 土行孫, 你馬上給我送蓮花回企州 噴火仔, 為甚麼這麼做 土行孫, 你聽不到碗碎吩咐你嗎 土行孫, 你明白 土行孫, 我不用他相信 你說甚麼,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我說我不用陶大哥送了 他是先鋒, 要幫你打仗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不用多說 只要你安靜回家就放心了 打仗我都快點兒 對不起 importantly 不要緊 Was you confident 女兒 現在整個刑上下加起來 有兩百多個使命運칩 這個人全都沒有時間 我不加了 阿你好 我們會軍心大亂 沒錯, 現在是有點阻滯 可是我們的大軍 都已經連朝哥不決 推翻暴君之日 應該是指人可當 你們幹甚麼?我沒空了, 出發去玩 我叫你馬上出去 阿澤, 火鳳火亂 當然是靈火神鳥 現在的天氣 一天就被人動 他們當然是不耐寒 火鳳火亂 你們是不是很想去一個地方 比較暖的躲一躲 現在自事一觸即發 怎麼會說冷就跑去避寒 你們覺得冷, 我們不覺得冷嗎 士兵也覺得冷的 馬上給我拉出去 爹, 如果娘在這裡的話 為父知道你為娘報仇深切 是, 是的很掛著娘 為父何尚不是, 你試想想 你娘臨死前 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要替她報仇 可是她只希望你長進成人 不再自以為是, 不再魯莽 要做個男子漢大丈夫嘛 夏威爾明白 我以後不會把我發平氣了 來, 我們再想想有甚麼破敵之賊 好 公元前2725年 姜子牙的壁馬不斷被雷神 電武和風婆婆的風雪所阻擋 姜子牙只有改變戰略 兵分白露進攻潮高 可惜他們之中 只有南渣和楊展的大軍可以突破風雪 進入朝歌城內地大的 半年之後 西伯侯基昌因為急病逝世 享年九十七歲 姜子牙遵照基昌為命 奉她的第二仔基法接任西伯侯 基法自立為武王 繼續宣付的佛咒大業 史上稱之為武王佛咒 而後來滅袖立州 武王追封仙父基昌為命 而正在這個時候 拿渣的一對風火輪因為不耐風寒被迫雙雙逃走 誰知道陀宗突然遇到暗算了 你不靜點, 姑王今晚就不來重行你們 你們先回沉宮央室 誰先回去呢 姑王今晚就重行誰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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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盈香...你甚麼 是不是你姐姐掛念姑王 叫你放姑王出去 阿龍... 盈香, 你要救姑王出去 姑王要留在這鬼地方 你是奸妃的親妹妹 你一定有辦法 皇上, 你放心 其實民眾幾位大臣 他全部在宮外等候 這次臣接過來 就是接你去見他們 真的嗎 不過皇上一定要答應臣接 他日你一旦重掌大權 首先平息戰事 之後就跟姜子牙大軍投降義王 因為姐姐她已經不斷抽調壯丁 上前線 死傷實在太慘重了 行...沒問題, 姑王答應你 還有, 我很希望皇上 你可以赦免 以往被你監禁的忠臣 行...總之你叫姑王幹甚麼 不打仗就不打仗, 放誰就放誰 你打出去再說 好, 皇上你跟我過來 皇上快點, 還差幾步 許下全 柳將軍, 甚麼事 蘇貴妃 別走 原來是你 下一集大結果 姜子牙怒斬蘇坦旗 好, 姜子牙怒斬蘇坦旗 好, 姜子牙怒斬蘇坦旗 plea, 小王, 姜子牙怒斬蘇坦旗 好, 姜子牙怒斬蘇坦旗 我得叫我問我 好, 你好哦 也許我教我 你去旗屎, 你走